好 人也不剩一个 酒也不剩一滴 你们这是跟贫道作罪啊 九葫芦啊 还是你好啊 你陪着我 要是你也走了 贫道就成了孤家寡人喽 柳叔 柳叔 双鹤堂发生什么事情了 那些弟子呢 他们去哪儿啊 你是谁啊 柳叔 我是建平啊 我不管你是谁 我要喝酒 我要喝上好的坟酒 快去 快去买 好 你要是再喝 我就把它摔了 我的酒糊润 你 你 柳叔 你别再喝了 我的宝贝葫芦 柳叔 要喝以后喝 今天真的不能喝了 你 你 我 你 要是什么 你 你 是 之前 我听冷情师伯说过 武林之中 只要有黄麻令 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但是 我从未见过黄麻令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 这就是黄麻令 那刚才那个男子 就是黄麻客了 这位兄台 原来你还守在这里 这位小兄弟 我请问你 你和黄麻客 西北的燕老先生 是什么关系 小时燕春雷 见过上人 燕老先生正是家父 原来是燕老先生的公子 吃敬 吃敬 黄麻令不离黄麻客 想必燕老先生就在附近 拼到就会是有救了 小兄弟 还请燕老先生现身 到我双赫堂一聚 家父几个月前身患救急 已经辞世了 在下便是第九代黄麻客传人 什么 燕老先生一敬 真是世事难料啊 还是古人说得好啊 今朝有酒 今朝醉 否则 有一天我米如燕也一命呜呼了 岂不妄对此生 哈哈哈哈哈哈 商人不必担心 我是不会让你出事的 他水红勺未必真的那么厉害 现如今他就派出一个小小的丫头 就妄想横行武林 完全不把天下武林放在眼里 我倒真想马上会会他 看他到底有多少金粮 燕兄 小弟曾在岳阳门 见识过干世九妹的功夫 的确身手不凡 武林罕见 燕兄 切莫轻敌啊 也难怪尹兄弟如此胆怯 你只是见识过他的功夫 却不曾见过我们燕家堡的绝世神功 我现在就让你看看 我们燕家堡的赤心化血之功 看着这些力量的 再动一次 有固定的 我们点火 点火 想不相信 我们消防 这个力量的 这些力量的 失败 厉害 姑娘 这里如此安静 小心有埋伏 什么人 是米如烟吗 姑娘 让我为你打头阵 小心啊 轮行 风雷剑斧 果然命不虚传 看劲 我以为你打头阵 我以为你打头阵 叶少侠 今天我们的比武 就到此为止吧 谁 谁在偷袭频道 姑娘 好 动手吧 上人 得罪了 上人 下不去手 就让我来接过他吧 刚姑娘 把这老东西交给我吧 啊 好道士 你竟然连我也骗了 小丫头 今天不是你休工之日 你以为我在休工 所以今天 是特意来寻我的是吗 是又怎样 既然你是想趁火打劫 那就别怪我杀你 哼 臭丫头 谁杀贤还说不定呢 水红勺杀我师兄 此仇 我共戴天 不是 village Jefferson 吓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人也不剩一个 条也不剩一滴 你们这是跟贫道作对啊 九福禄啊 还是你好啊 你陪着我 要是你也走了 贫道就成了孤家寡人喽 六叔 六叔 双河堂发生什么事情了 那些弟子呢 他们去哪啊 你是谁啊 六叔 我是建平啊 我不管你是谁 我要喝酒 我要喝上好的坟酒 快去 快去买 好 你要是再喝 我就把它摔了 我的酒糊了 六叔 你别再喝了 我的宝贝葫芦 六叔 六叔 要喝以后喝了 今天真的不能喝了 你能喝得了 我有个烟度 我想吧 你能喝得了 Nothing 什么都不要喝呢 我去拿一个烟度 你还可以把那个烟度 臭小子 六叔教给你的武功 你今天差点 要了六叔的命 六叔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只是不明白 三年未接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为之四方的双合堂 怎么会变得如此冷落 还有 你最得意的弟子萧蒙 他也离开了你 什么萧蒙萧不蒙的 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现在就认识 我的宝贝酒葫芦 建平侄儿 好侄儿 去 给六叔打壶酒去 六叔 建平求你了 酒真的不能再喝了 仇家已经来了 我日夜奸程 就是来给你报信的 六叔 六叔 你快跟我走吧 要不认识 岳阳门上下所有的人 全死在该师九妹手里了 我是唯一活着出来的人 那 贤兵呢 七叔的 他自尽而亡 他真是自作自受 六叔 你就不要这么说七叔了 这些年他也很够 而且 他也不像你所说的那样 臭小子 你才去岳阳门几日 就被他收买了 六叔 咱们能不说这些吗 十九妹就要来了 你要再不走的话就来不及了 我不走 师父留给我这么大的家业 我不能白白就扔了 剑平兄弟 我今天再传你的三招 这三招分别是 大力回眠 万事如生 风雨如晦 有时光 af Ivank 有时光啊 有时光啊 那你都凯替她 你都要温然 看一看 鍾文 我去哪儿 几日了 你都不得到 这早就想好对策了 想好不等于练好 我要做到万无一失 我开玩,什么 nome 再不要 老房 原来这里 练好 真是 都担心 如此 准来 我们再来 甘姑娘 好漂亮的身手 脉断而不绝 血化而不济 赤心化血 好生力啊 甘姑娘 请吧 燕少侠 我是诚心敬重 你们燕家的武学修为 我们两家 向来井水不犯河水 何必因此 伤了我们的和气 今天我不会 再上你的当了 我一定要替上人报仇 甘姑娘 初见吧 好 好 好 我快收到你了 走 走 叶上下 你是真想置我于死地吗 今天我绝不会让你活着离开双河塘 我敬重你的为人 但并不等于怕了你 看剑 我敬重你的为人 我敬重你的为人 姑娘小心 我敬重你的为人 舅舅 舅舅 也可以走了 难道你非要看着我死去 才放心吧 你伤到内脏 任谁也救不了你 你知道的 我原本是不想伤害你 你已经胜了 就不要再说这些好听的了 那个一剑萍呢 为什么还不现身 他不会这么傻 出来就是送死 意气用事 只是匹夫之勇 不是大侠风范 姑娘 让我去找那个一剑萍吧 不用找 那个一剑萍 我们迟早是要见面的 只让他先为艳少侠 办理后事吧 省得别人说我们担凤轩 不仗了 走 这 不 我看你 你还不想吗 你还不想 我偏 你还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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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 我 我 就 你还不想 來吧 这个黑鱼人身手不凡 他会不会是干尸九妹的人 如果是 那么干尸九妹就很有可能在此疗伤 要真是这样 那真是太好了 别动 谁 谁 我说 宰得我宰了你 碧印九龙玉放在何处 快交出来 好坏饶命 好坏饶命 九龙玉不在小人家里 小人家里有一百两白银 就当笑对你了 钱胖子 你把我当成要饭的了是吗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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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说 小娘子 现在不是你叫的时候 一会儿也让你叫个够 钱胖子 到底想起来没有 究竟放在何处 快说 大爷饶命 我真不知道啊 什么人偷偷摸摸的 九龙玉在小爷这儿 有本事就来拿吧 你是何人 不好了 九龙玉摔坏了 啊 混货子 你是什么人 九龙玉在我手里 想要 就来拿呀 找死 啊 这位大哥 好轻功啊 小子 你究竟是什么人 小爷 我 无名之辈 不足挂齿 今天你坏了我的好事 教你长个记性 教你长得很强 海棠秋路 避兴未见 小子 这就是你多管闲事的下场 拿命来 臭小子 你这使的什么拳 快把海棠秋路还给我 把薄剑还给我 这位大哥 我的剑被你弄坏了 这把剑算你赔我的 不服气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打 打到你服气为止 臭小子 来吧 好 好啊 你等着 咱们走着瞧 小子 我的宝剑 早晚是我的 走着瞧 海棠秋路 海棠秋路 如果燕兄当时有这把剑 他就不会死了 小子 还我海棠秋路 还我海棠秋路 去吧 啊 海棠 海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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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才是恶罪云周鹤 你是什么人 把我的缩子金甲还给我 快把 快把解药给我 凭内是解药 吃两颜提供 快 快 你忠客 小爷在此 不怕挨揍 你就来 你 你 你 小子 咱们走着瞧 这笔账 我昨晚又跟你们算了 你等这儿 凤培 云周鹤 燕兄弟 不用追了 他的马神骏 追不上了 不行 他投了我们家的缩子金甲 缩子金甲 什么东西啊 是 是我好朋友家的家传之宝 穿在身上能刀枪不入 前几日被这恶贼给偷走了 怪不得作案我进不了他身 原来他有这宝物 我一路南下追他 好几次差点都得手了 又被他给跑了 几日我听说 他在燕吉镇一带作案 我就追到这里 没想到会遇见你 我又不知道那恶贼 也长什么样子 我只知道他拿着海棠丘鹿 所以 所以 你就把我当成他了是吗 你拿着海棠丘鹿 又正好在燕吉镇附近 殷兄 你不会怪我吧 不知者不怪 殷兄 你的伤口还在流血呢 我给你包扎一下吧 没关系的 一点皮肉伤 不行 不行 你是因为我受伤的 我必须给你包扎一下 来来来来 你干掉了 你干掉了 站住啊 找死了你 你们都是什么人 竟敢如此无名 不想活了吗 你说他是男的女的 长得还挺俊俏 可惜了 要是个女的就好了 嗯 销魂 是啊 大哥大哥 是男的也无妨啊 这小子酷似美女 在下正好耗这坎 小爷我正好心情不爽 碰上我 算你们倒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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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你不想活了 给我拿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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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人 算什么好汉 有本事的话 一个个来 好啊 等你到了萧云峰 我们兄弟就一个个来 保证你心满意足 原来是萧云峰的 怕了吧 怕 我让你知道什么叫怕 不打咯不打咯 不打咯 不就是去萧云峰吗 小爷 我也好久没有见你们花当家了 来来来来 赶紧把我绑了 看回去花当家怎么赏死你们 绑啊 乐着干吗 你不绑是不是 那你不绑 你绑 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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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绑了 绑啊 三当家的 别冲动 别冲动 我看这事不对啊 绑啊 这小子有恃无恐 看样子和花当家的关系不一般哪 我看今天这事就算了吧 啊 绑啊 好 他要是真认识花当家 这事可就更麻烦了 绑啊 哎 你怕什么你 那你绑 绑啊 哎 你们 喂 你们俩商量完了没有啊 要是没商量好的话 你们慢慢商量 小爷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啊 啊 啊 你快点 快点 快点 你们谁敢少来 我就杀了他 别别别 别别 好快饶命 好害饶命 好 你乖乖的叫我三生爷爷 小爷我就饶了你 好害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就饶了我吧 求饶没用 乖乖地叫爷爷吧 爷爷 再叫一下啊 爷爷 这位公子 得饶人处且饶人 他既然求饶了 就算了吧 是啊 好 既然这位少侠替你求饶 小爷我就饶了你 还是会滚 你 你给我等着 多谢兄台 刚才出手相助 小事一桩 不足挂齿 兄台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翠平山 兄台保重 在下告辞了 海棠秋路 他一定就是那恶贼 云中鹤 怎么了 我脚来了 走不了路了 上哪儿了 来 我看一眼 不用 只不过崴了一下 休养几天就好了 来 慢点 来 慢点 不如这样吧 你要去哪里 我送你一程 多谢兄台好意 我也是去翠平山 只不过 我会耽误你的路程 我还是自己走吧 公子不用客气 反正顺路嘛 来 上马吧 来 这儿 二位客官 您让的女儿红盒菜都齐了 二位请慢用 来 叶兄弟 你要这么多菜 我们两个 如何吃得了呢 叶兄不要见外 这顿算我的 来 尝尝这酒 小二 客官 你这酒兑过水了吧 没有啊 我这可是正宗的女儿红 你闻 来 没有啊 客官 如果堆了水的话 我一文钱不要 忙去吧 嗯 可能是我弄错了 来 叶兄 尝一下 嗯 干 干 好酒 好酒 再来一碗 叶兄弟 我们还要赶路 这酒就少喝一点吧 多喝这一碗不算什么 来 叶兄弟 来 来 吃菜 叶兄弟 这酒喝了 怎么会 叶兄 你怎么了 叶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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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害我 不要别的 你为什么要害我 你为什么要害我 你喝了我的千醉伞 为什么还醒得这么快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害我 你别装糊涂了 把我的梭子金甲还给我 你要干什么 你没穿梭子金甲 小子 还我海棠球路 你就是 原来你 才是恶罪云周鹤 你是什么人 把我的梭子金甲还给我 快 快把 快把解药给我 给那是解药 去量力地上 快把 费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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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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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祝贺 小爷在此 不怕挨揍 你就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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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咱们走着瞧 这笔账 我昨晚又跟你们算了 你等这儿 奉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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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哪 她 我 你 你 他是 啦 不是 我不知道什么叫厂香椅 我现在只想看看你的真面目 你刚才躲在我的背后 就是想杀我 可是为什么没有动手 你应该知道 你是打不过我 不过看在你没有偷袭我的份上 只要你好好回答我的疑问 我就饶你不死 第一个疑问 你为什么不惧 七步段长虹的毒下 你应该知道 你就算拼尽全力 也是毫无动处 与阿燕 你应该知道 我也要是总 他就不在分了 你应该知道 才可以 这两个人 我应该知道 你应该知道 我应该知道 我应该知道 好 不是 你 不是 我 你 是 是 你 是 他 他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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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救命 什么人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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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总管 这黑灯瞎火的 我看呢 今晚怕是找不着了 明天再找吧 走 静儿 把我的药箱拿来 快 娘 我就知道你有办法 小子 我不能保证会救活你的命 但是我有重要的事情要问你 也只好冒险试一试了 这三个地方还有感觉没有 是不是很酸痛 是的话你就点点头 没错 这是毒钦三观 也叫疑字病肩 等他全身酸痛停止的时候 这条命也就没了 娘 那 你 快给他解药 娘 这是什么呀 娘 别动 这东西有剧毒 小子 有什么话要问吗 娘 这 娘 这有什么个萝卜 能给他解毒吗 萝卜 这叫落腾地流 是人世间罕见的一种剧毒 娘为了寻找它 那可真是煞费苦心了 我这是专门对付 七步断肠红的吗 我这是专门对付 娘 娘 他他他他快死了快给他解药 别动了 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他毒气上涌的时候 我才能下刀 他的性能能不能保住 就看那一瞬间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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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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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了 兄弟 你活了 你跟我来 来 进来吧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这些土花都是这些年 我苦思冥想的结果 只有具有灵性的人 才会由此体会 一般人是万万不会 由此感应的 前辈师父 这些土花 都是武功的招数 难兴 这些土花 你看到了什么 无法邪恿 眼前充满了杀机 心胆俱寒 岂是难以抗拒 好 好 我自创的功法 终于后继有人了 既然你已经看到 就不要回避 你必须把眼睛睁开 前辈 建平不敢看这邪法 胡说 这是智慧的洁净 不是邪法 你必须把眼睛睁开 你按照我说的话去做 从第一幅图画看起 慢慢就会好的 建平 建平事一时了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你已经出窥门境 能不能学会 就看你自己了 婉辉知道了 婉辈知道了 咳 咳 咳 出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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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